注意看,这两个男人在拼了命地往前跑 他们身后追过来一大批女人 眼看女人们越追越近 突然天崩地裂 无数个大石块从天而降 瞬间砸到了男人 其中一个立马说道 男人却跪地求饶 红衣女却纳闷了 你这丝在跟谁说话呢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呢 男人回头一看 果然,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只有她一个人存在 红衣女走上前来 一把收拾了这个拥有智商力的男人 而站在高出的大美 一直注视着这一切 她淡定地告诉大伟 刚被红衣女所抓的男人不是真龙 原来在很多年前 男人天生拥有强大的智商力 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封印住暗地 可是他们太过傲慢 他们失败了 海水沸腾 山脉崩塌 城里火光称天 女性两医师被留下来收拾残局 这些女人只记得一件事 那个崩毁世界之人 她被称为龙 现在这个人已经重生 但是这个转身真龙是男是女 现如今身在何处 这都是一个谜 大美作为一个两医师当务之急 就是要赶在暗地之前 找到这个要么拯救世界 要么毁灭人类的转身真龙 而刚刚那个红衣女子 也是一名两医师 但显然她抓的那个真龙是假的 真正的转身真龙在哪呢 大伟作为大美的贴身保镖 跟着大美一起来到两合镇 村民们看到大美手上的戒指 立马知道了她是一名两医师 人们都诧异地打量着她 两医师从来都是在扭转战竹时出现 怎么会在这么晚光临他们的小镇呢 大伟也好奇地询问大美 真龙就在这群人当中吗 确定是哪一位了吗 大美说这里的四个十轴 年龄都符合 接下来就要仔细观察 看看到底谁才是转身真龙 女镇长靠近小爱 叫她要相信光 突然 等 小爱被一把推入急流的河水中 她拼命地挣扎 用力地往上呼吸 可没过一会儿 她平躺在水面上 平静地随水流而下 爬到岸边 她已经筋疲力尽 望着手中的辫子 她很是欣慰 因为刚刚她已经通过了测试 正式加入了小镇的妇女团 女镇长还告诉她 她所拥有的听风能力 将来就是镇长的接班人 而在两一人大美看来 这不是她在听风 而是风在听她 她也许就是真正的转身真龙 大美依旧白天黑夜地不停观察 通过各种比较 她觉得真龙肯定就在镇上 这几名年轻人当中 可是这天大卫却发现 树林里各种奇怪的现象 她告诉大美 引邀带着寿魔人来了 而且人数众多 他们得赶紧撤离了 然而镇上的人们并不知道 他们正在欢快地跳着广场舞 突然 等 女孩刚把手拿开 金发便倒地身亡 来不及害怕 一大群牛魔兽勇育小镇 他们身材高大 见人就砍 很快火光冲天 一片混乱 越来越多的村民倒地身亡 女镇长和小爱 正在一角落救助伤员 突然被一只牛魔兽发现 镇长掏出小刀 对着牛魔兽大喊 牛魔兽冲上来就是狠砍树砍 正当他准备一砍 结果了镇长时 等 一道白光拦腰切断了牛魔兽 原来是两医师大美赶了回来 他站在广场中央念咒施法 大卫则在一旁 不停地挥舞常见 不让牛魔兽靠近大美 只见大美孕育着天地之灵气 白光闪过 击倒一片又一片 可是突然一个大刀快速飞来 镇重大美组间 眼前的牛魔兽却还剩下一大片 大卫加大美赶紧撤离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牛魔兽们嗷嗷大叫 他们要发起总攻了 大美却一把扯下大刀 只见无数只白光 汇聚天地 汇进墙壁里每一道砖缝 一大群牛魔兽蜂蜂而上 突然千万条白光 引领着千万块巨石 就好像炮弹一样 狠狠地砸向兽魔群 人们正在抓紧抢救伤员 可是他们突然看到 山上泛着无数的绿光 那是更多的牛魔兽涌向两河镇 大美此时不得不告诉他们 你们四个年轻人当中 有一个人是转身真龙 这么多的牛魔兽都是趁着他而来 只要这四人跟他一起离开小镇 去往东边的白塔 小镇上的居民就会避免战争 时间十分紧迫 无奈的四人只好跟随大美 快速离开两河镇 可是那些高大的牛魔兽们 行动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两医师大美带着几个年轻人 快速地逃跑 可后面大批牛魔兽紧追不舍 他们奔跑的速度比快马还要快 很快大美他们逃到一个大河边 他们急忙用十倍的价钱 让船老伯立即开船送他们过岸 老伯一看大美长得这么善良 就爽快地答应他们 就在沐船刚离岸不久 大批的牛魔兽就立刻赶到 但却不敢向前 原来牛魔兽也怕伸水 即使引邀再三发出胁迫 但牛魔兽们也不敢向前 终于大美他们渡过了黄河 可老伯却要回头去接他的儿子 大美一个眼神 大卫便一刀砍断了船锁 因为他知道 此时如果老伯返回对岸 那肯定是送船给牛魔兽 只借他双手一抬 几道白光迅速在河中泛起 老伯急忙跳下河中 想救起他的银声 可是河中瞬间转起一道漩涡 直接将木船和老伯吞噬了进去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却有无奈 一心人继续向东逃跑 因为牛魔兽很快就会想办法追上来的 终于奔跑了三天三夜 他们准备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卷毛却发现自己脚上的伤口发炎 越来越疼痛了 猛一回头 一群恶狼正狠狠地盯着他 吓得他一动也不敢动 突然中间的领头狼 静止朝他走来 卷毛顿时全身麻木了 只见那狼走过来 并没有咬他 而是朝他脚上的伤口不停地舔 然后就带着狼群直接离开了 留下卷毛站在原地一脸蒙圈 晚上众人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而大美的奸伤因为牛魔兽的剧毒 也昏迷不醒 大家正想先吹上一叫 小爱却突然感知到不对劲 抬头一看 那个隐妖正死死地盯着他们 他一声令下 千万只牛魔兽飞奔而至 大美带着昏迷的大美和大家骑马飞跑 可是跑着跑着 突然马儿原地转圈不敢前进了 众人惊慌一看 前面是一座千米高的城墙 中间虚掩着一道夹缝门 回头一看 身后的牛魔兽们也纷纷停止了脚步 大美一声怒吼 咱们进城吧 这些牛魔兽好像害怕不敢跟进去 来不及多想 他们硬是骑着马儿走向城里 身后的牛魔兽果然都没有跟来 这里面到处寂静一片 连一只鸟声都没有 只有大美心里清楚 他们现在所近的是 被人们代称死亡的暗影之城